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林杰 先生们女士们 大家上午好下午好玩上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的世界模组 它的名字叫做最终之剑 试用版本是1.12.2 相信大家都知道环宇之剑 那把剑据说是整个MC里最强的剑 嘿嘿嘿 这是年轻 今天就要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最强之剑 这个Model里有11把最终之剑 每一把剑的攻击力都不一样 大家看这是等级最低的最终之剑 从外观来看 像一把沾染了敌人血液的算是剑 它仅仅才一击 攻击力居然有801 放个凋零给大家测试一下 你们看这凋零傻傻的 还炸可怜的小鸡 我要为小鸡报仇 去死吧你 哇哦 居然一剑就秒杀了 凋零简直就是地中地 顺带一提 这个系列的最终之剑 一有机还会召唤闪电 即便是闪电也能秒杀凋零 真的是太可怕了 最终之剑不止一种外观 还有非常多的外形 相比1.710的最终之剑 从外观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而且这个版本里 还自带了一些魔族的盔甲 戴上这个盔甲后 视角特别奇怪 感觉像是穿了玩偶服务一样 并且获得了5个buff 时间是无限的 不过这个头盔有点影响画面 还是摘下来吧 接下来是这个模组里 最强的武器 它的攻击力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这个数字已经是几个亿了吧 既然墨影龙是MC里最强的生物 那我们就拿他的脖子 来摸摸这把刀吧 你们看这墨影龙 还可得飞呢 墨影龙去死吧 这就是最终之剑吗 刚才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把剑如果用在服务器里 一刀就能把服务器炸贴 这个模组里还有一个篝火 和一个盾牌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 如果有小伙伴知道 请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你们对这期 最终之剑模组感兴趣的话 就去网上搜索 Last Sword 它有1.710和1.12.2两个版本 我是墨影龙龙不屈的 BlingBling姐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